今天是上海生化在明义场的第一个主场 这场比赛是在大连的荆州体育场来进行 今天常常的主菜盘是马宁 比赛正终开始 上半日比赛身穿着蓝色球从画右 左侧向右次进攻的是常海生化 而常春卡则身穿红色球从画右向左边来打 今年44岁的陈阳 他在今天联赛开局段还可以 但是随后的比赛发挥不佳 常春卡太简直的机会有摔倒 埃迪扮倒了埃迪克裁判 出示了第一张黄牌 这张黄牌也是本场比赛的第一个导火索 为接下来的走势埋下了小小的伏笔 要知道这只是比赛才刚刚开始 到六分钟左右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这是在禁区外 当然这次判罚这么来看的话 可能是略显得重了一点点 边路巴索哥 广阔了孙杰 这次突破非常漂亮 巴索哥自己带球 紧到禁区 又过掉了奥克雷 再传到中路点击的附近 露过来 这一下给他漂亮 曹文定先是停顿下 再打个球进 不过裁判第一时间是选择举棋 是以曹文定之约会在心 可以再来看一下 老曹是不是有约会啊 这次过人真的是太消闻了 非常血液的一次过人的 巴索哥 最后奥克雷跟进之后 侧身半退 依然没有能够阻止这一次的传递 确实啊 镜头在定格之后 我们能看到曹文定是稍稍越了一丁点 两分钟时间之后 又是老曹卷土重来 杀到进去边上 扣一下 再要突破 再进去摔倒 猜到第一时间 马宁将手指向了点球点 判了一个点球 双方在这回事上的拼奖 看起来力度并不是非常大 这次传递也不存在越位的问题 老曹属于是从身后反差上过来 动作确实比较轻啊 我们再来看 终于 经过VR的重新审核之后 马宁取消了这个点球 这又是埃迪在边路 再次放倒了埃里克 马宁走了过来 第二张黄牌 两黄面红 罚下了埃迪 上半时比赛 仅仅踢了27分钟不到 上海深化 就由于埃迪的两黄变红 现在要少一人作战 而今天埃里克 真的是被侵犯了非常非常多次 有架走的动作啊 埃里克 已经是埋头要完成突破 身位上没有优势的 这个埃迪只能是架走 这个在无球区 突然间是又出现了一次升值 还是埃里克的倒地 同样是认为对方有一个架走的动作 但是远 镜头要远 看不到清楚 这么来看的话 真的是有啊 真的是有 这是出言不许 给了布拉尼奥斯 再次掏出一张黄白 比赛上半时比赛 上半时 上海深化 收到了所有的黄白 下半场 双方一边再战 整个下半时比赛 比上半场来讲 就要平淡太多 可是 我们稍后可以看到 本场比赛最有争议的一幕 就是这一项 刚刚换上场 第一脚触球的34号 杨泽鹏 一个杀人济世的犯规动作 直接是 放倒了张力 这个动作真的是太不应该了 上场第一 65分钟上场 66分钟 杨泽鹏就领到了一张 红牌 一张直红啊 这有可能也是中超层面上 上场最快吃到 红牌的记录 这个动作 足以能够证明 我觉得这话说的 可能有点重 但是他真的 不适合做一名足球运动员 他不配 这下下角是真的很 这样的话 上海生花 已经是在场上 少两人做战 巴索哥进入禁区 扣过去一个再打 还有机会 门前 巴索哥的打门 稍稍偏了一丁点 这是全场比赛 上海生花 第二好的机会 两次机会都是 由巴索哥来创造 杨泽的记录 分球给的还是不错的 在少两人 做来的状况下 依然能够拿到 这样的机会 相当不容易 而就在巴索哥 完成这次进攻之后 长城亚太 同样是在进军内 密得一次机会 投球攻门 门将单斩将球 拖出了底线 这下算是马阵立功了 这个球 顶得非常有威胁 来自21号 崔奇 后球顶得很正 马阵也算是控制可以 交球机会 张力开过来 给到中间 这球是已经越位在先 埃里克是在越位上 抢了一下 这球也对马阵 形成了一定的伤害 越位在先了 今天的这场对决 两边身体的对抗很多 比赛并不精彩 但是比赛的内容 非常丰富 中超啊 重新护肤的中超 居然是以这样的一个局面 来重新开始 门前再来 这是全场比赛最后的一次进攻机会 两边依然都没有能够把握住 老将冯小婷 他本赛季的第一次首发 今天是打满了全场 他和金阳阳组成的中后卫组合 能够保证 深花在少两人作战状下 依然没有被对手进球 相当不容易 巴索克最后时刻 也制造了本场比赛 长春亚太的唯一一张黄牌 最后裁判结束了全场比赛 最终比分锁定在0比0 两边都没有能够完成进球 上海深花守得了一场 非常不容易的平局 当然这个比赛并不好看 这也不应该是中超有的样子 诱惑者 这难道就是我们中超 应该有的样子吗